Devil's Third 回來囉 咦 這個名字怎麼有點熟悉啊 這不是2001年13展上就已經發表過的作品嗎 原來這部血腥的動作遊戲 曾經宣布要停止開發 但是在今年的13展上 竟然復活在任天堂了 這是不是也是解屍體的一種啊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遊戲報導吧 由忍者外傳系列 生死格鬥系列製作人百元半信 領軍開發的暴力血腥遊戲Devil's Third 在2011年13展上展出開發中的畫面 並決定將在PS3與Xbox360登場 但是製作過程中 卻因失去發行商的狀況之下 這部期待度不低的動作射擊遊戲 卻因此停產 不過好消息是 今年13展上宣布Devil's Third 終於找到東家 並且將會獨佔在WiiU平台啦 從釋出遊戲畫面看來 主角將會是光著身子的刺青男 保留以往的血腥暴力風格 混合忍者外傳的刀劍動作感 加上有點格格不誤的FPS射擊要素 萬萬沒想到這部血腥作品 會在合家遊玩的任天堂WiiU上面 究竟玩家們買不買單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發售報導囉